华林县阿美族各部落毅力信过后 部落青年碍于现实的生活因素 又要被迫离开部落 返回工作的岗位上 不过瑞穗乡的部落青年杨志学 去年被咔咔年龄阶层 抓选为阶层级长之后 毅然决然从君子退役 返回部落开设工作坊 他说阶级的级长 就是要留在部落为部落做事 让我们透过镜头 一块来看看杨志学回到部落的故事 部落一离信结束了 斯拉加造杨志学却留在部落 带领部落青年搭建阿达旺男子青年会所 不仅作为部落年龄阶层讲训之所 未来也将作为部落文化教育的平台 斯拉所做的这一切要从106年 被部落抓选为阶级集长开始 这是我跟我下面地理就是我们讨论到了 就是觉得我们现代的集长 不是像以前就是上下沟通 因为他们以前就住在部落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现在集长之后 我们要出去外面赚钱 养家活口的 但是你要想到部落这一块 对啊那既然以前是很既有的文化都在 那现在已经流失了 那我们就是要加重自己的责任 去要把它附赠这些文化 然后保留 33岁的斯拉被嘎嘎零零阶层抓选为阶层集长后 不断想起部落其劳长辈 而提面命的阶级集长就是要留在部落做事 为部落服务的使命 因此二话不说 辞去了军职升官的机会 退役回家 返回部落开设工作坊 他说法诺部落文化的附赠 年龄阶层制度的建制落实 就从这里开始 因为其实我当兵的时候 就有想说我要开市民宿 所以我要存钱 可是一直到我被抓为集长之后 我的想法就改变了 所以我就开始看部落 我刚参加的时候那个模样 然后还有以前一些记忆的流程 一直到我要退伍之前 就觉得慢慢地在改变 慢慢地在流失 然后发觉我自己怎么 出去外面12年的时间 我的母语也到已经快不会听的地步了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赶快回来 就是学习它 然后把它保留 毅然决然辞退军职 扛起了阶层击掌 维护部落的使命 会部落服务 斯拉说 肩上这个阶级击掌的工作 一点都不浪漫 索性 有部落年龄阶层的支持 凝聚胡子的共识 让斯拉不孤单 现在借由工作坊提供部落文化导览 住宿及年龄阶层制度文化等体验服务 带领法闹部落年龄阶层 共同神迹生活 记者是越南瑞瑞采盲报道